理髮店設計師坐在櫃台玩手機 不過整個人心不在焉 觀察座位沒有人 竟把手伸進老闆包包內 抽出皮夾 拿出一疊千元大鈔中保私囊 這不是理髮師第一次行竊 手法相當熟練 除了竊取老闆的錢 還被發現好幾次客人的消費 沒有入帳 之後只是每天都有 有櫃台的 有我包包的 一天平均都差不多在四到五次的 切刀案發生在六月十四號 這名男子事隔五天十九號 甚至還把不明液體 加進女員工的水杯內 不知情的女員工就這樣喝下肚 他有給那個女員工下藥 他自己有存的那個東西是存藥 理髮店位在台中北區 近花北路老闆報警處理 警方第二位監視器發現 這名二十七歲賴姓男子 六月八號開始行竊後續十歲之位 陸陸續續偷了好幾次 公稱得手金額五萬元 不明液體則是在網路購買 不明的議題 那經查這個賴姓是公稱說 他是在網路上購買這個信奮劑 因為靠起他的效果不略 那目前女員工因身體障礙不適 目前暫時不提出告訊 賴姓男子刑竊下過程全被揭發 理髮店老闆也希望提醒同業 不要慘遭毒手賴姓男子也刀案 坦承相關犯刑 卻案一切到清政罪嫌 寒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曾經盟子刑竊台中